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杰克老師 好久沒跟大家分享有關3C網路 教學 技術 今天呢 我沒有要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 我要分享的是 從事這個3C行業 從事這個科技行業 要用到兩手打電腦 當你的手發生了嚴重的不適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沒辦法打字 沒辦法打字代表一件事情 你的身材設備就是你這隻手 怎麼辦呢 通常都是這個右手 通常都是這個右手 那因為呢 我不是醫療或是護理相關背景 所以呢 這則影片我單純就來分享一下我個人經驗 完全沒有任何的業配 我也沒有要為任何人背書 或者推廣什麼東西 這是先聲明一下 那當然這一則影片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所以呢就是輕鬆一點 各位我會發現 我的頻道的名稱也改了嘛 這樣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不會主題的話講得太嚴肅 好 從頭開始 什麼時候發現我這個手 右手 而且是右手 好奇怪 就是右手 大約在四五年前 四五年前的時候呢 就已經開始漸漸的有這個症狀發生 這個症狀發生 那這個症狀呢 一開始非常非常的微小 你可能自己都不會感覺到 包括呢 例如說拿筷子 有沒有 拿高一點點 手指會麻 或者呢 拿吹風機 有沒有 你看我們的慣性嘛 你的慣性 大部分你的慣性都是右手嘛 你右手拿吹風機會麻 這時候你要做什麼事 換到左手不就好了嗎 你也不會在意啊 因為人 通常沒有發生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不舒服的時候 你不會去感覺嘛 對不對 所以 那到再後面一點呢 發生什麼事 拿雨傘 下雨的時候拿雨傘 拿久一點 這隻手會麻 所以呢 你是不是不自覺的 換到左手 欸 感覺就沒事了 直到 去年 直到去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他已經嚴重到呢 睡覺 會被手麻醒 嚴不嚴重 其實已經非常嚴重了 睡覺會麻醒 好多天都會麻醒 所以這時候 你自己應該就會馬上嚇到說 天啊 這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那我就回想起來啊 其實在更早之前 我也有曾經去三種檢查過 就因為那個會麻麻 去檢查過 那三種有可能 優良的科學設備 優良的科學設備 醫療設備 他就幫我檢查說 哎呦這個齁 就是 那個 從事科技的人 都會發生的 也就是呢 他這個 從事科技的人 他就講了 因為他我去內部院區那邊做檢查 你檢查完 他看醫生看那個肌墊圖 肌肉 看那個肌墊圖 那肌墊圖 他就說你這個神經有稍微變弱 那他就說 這個呢 就要做復健 他說現在呢 坊間有很多 復健診所 你就去復健診所做什麼事 拉脖子 拉脖子 各位可能通常都有聽過 現在3C 看電腦的人非常非常多啊 常常有沒有 那個 那個頸椎不舒服的時候有沒有 拉脖子啊 或是相關的 或是甚至有拉腰的啊 都有啊 他說 你這個呢 就去看 告訴各位 我那個時候 多勤奮地去看 每次去下班晚 連續兩三個禮拜 我都很頻繁地跑去拉脖子 因為我很害怕 他 發什麼事 是不是網路上面 謠傳的 碗隧道 關節 相關的症狀 當然我不是醫療嘛 醫療背景 我也不確定 是不是這個拉 但是網路上面查出來 就好多人在寫有關這個 甚至很多 都提到說要開刀有沒有 那個碗隧道這邊啊 做了什麼樣的 開刀以後 反正這很多細節 有興趣就是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了 而且呢不會完全好 那去開刀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是蠻Shuck的 因為 各位知道 侵入性的 總是對人不大好嘛 特別是這個手彎這樣子 那 回過頭來 來想這件事情 其實冰凍三次非一日之寒 什麼意思呢 他一定是你長期累積 才會慢慢發生的 如果你不從事這個行業了 他會不會自己好 我相信人的身體是有所謂的 治癒能力 所以他會慢慢的好 但是不可能啊 你不可能 說不從事這個行業 就不從事這個行業嘛 所以你是不是還會從事這個行業 他呢 症狀就一定都會存在 那既然 前半段我嘗試了所謂的科學方法 他的效果有限 而且到後面呢 甚至都已經變成手 手會麻到 睡覺還會被他麻醒 就代表一件事情嘛 已經非常嚴重了嘛 那我又不想開刀 又剛好又聽朋友講說 這個齁 他也有一個同事啊 有一個同事呢 他去看了那個 那個叫做傳統的 傳統的推拿療法 欸 竟然看好了 他同事也跟我一樣的症狀 看好了 那我就心想 好吧 那 科學試過了 好吧 那我們試試傳統 那就在去年的1月24號 這一天 我就去看 那去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的神奇 因為呢 去看的時候呢 那個復健師做什麼事 他現場沒有任何科學的設備 完完全全沒有 只有一張椅子在那裡 有沒有 還有一個他的人本身 那 他做什麼事呢 他的手法我也記不起來 他呢 就把你的手 不知道怎麼樣的轉來轉去 轉完以後呢 最後 大概 欸 轉的時間也很短喔 可能五分鐘而已喔 甚至不到五分鐘喔 那當然 他這個也是 不屬於劍保幾副嘛 所以他是自費的 那五分鐘以後呢 各位看這張圖 他就幫你在這個手腕上面 藏一小小圈白色的袋子 跟你說 這個要七天後才能拿下來 那 怎麼測試好了 他還跟我說怎麼測試好了 他說來你握拳看看 因為如果你的這個碗隧道這邊有沒有 醫生都會跟你講這樣敲碼 這樣敲就會麻麻對不對 像我現在這樣敲 他說就會很麻嘛有沒有 很麻就是代表你那個 隧道的這個神經壓破嘛 那他的方法是 第一種就是 你如果這碗隧道有那個 這樣敲會麻 或者呢 他說你握拳 握拳看看 或者呢這樣壓 有沒有 你壓他看 壓他看 那垂直的這樣子 這樣垂直的壓 會不會不舒服 他就說 他好 他說你試試看 發現不會 那這個副健師要我測試完以後 我就 還是覺得這個五隻手指有沒有 還是會有一種 不舒服的感覺 那種很難形容 非常難形容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就跟 現場跟那副健師說 各位他回我的真的是太妙了 他說呢 我這裡沒有測試神經的機器 我不知道你的神經 你的神經 恢復到什麼樣的境界 或是受損到什麼樣的境界 多久才會好 我也沒辦法告訴你 但是呢 這個神經恢復要一段時間 他就會恢復了 還記得我前面講到 叫我去刪走 那個 內湖區 做基電圖 那個測試嗎 因為他說他沒設備啊 是啊 那現場根本沒這種設備 接著呢 我回去以後呢 其實我就 也是要很有耐心 如果你沒有耐心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很害怕說 他完完全全沒好 或是你會覺得 根本沒好啊 那隔了多久 隔了 告訴各位 我隔了半年 隔了半年 那個症狀才漸漸的 到了第五個月 他才漸漸的快不見 第六個月就已經幾乎恢復 成奇吧 我說傳統醫療科學 這種復健啊 還是有他存在的必要性 因為我沒有開刀嘛 我沒有任何侵入性啊 就依靠這些復健師的經驗 以及這樣有效的手法 我沒有開刀 花了幾百塊自費 結果就覺得症狀已經完完全全舒緩 我不敢講大家說 是不是真的完全好了 我個人感覺是已經 基本上搞不好 好了八九成這樣子 那沒有科學儀器 可能沒辦法測定 測定說你這個手 是不是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會不會正常呢 沒有喔 說不定沒有啊 只是我們感覺不出來嘛 那接著呢 從這裡 我要再回憶到一件事情是 我前面提到那個什麼 拉脖子有沒有 我回南部的時候 在做完這個以後 都沒多久過年嘛 然後過年就回南部 回南部 我家的對面就開了一間中屋診所 還有包括復健的 現在的這種 復健中醫的診所呢 設備都非常精良 還有什麼 幫我拍X光喔 我進去做完 那個進去掛完號 就幫我拍上半身全部X光 幫我看看這個頸椎有沒有問題 接著呢 好 因為他是健保給付嘛 所以呢 他就 又有那個什麼 拉脖子啊 熱膚啊 我幫你安排個兩種到三種的 一個復健的一個療程嘛 坐在那邊嘛 那 那 這些都只是 其實就是保養嘛 用健保 去用這個機器嘛 但是事實上 後來我還側面聽到 原來呢 有所謂的 這一種就是 不會好的 什麼叫不會好 你一直去就對了啦 一直去看 一直去看 一直去保養嘛 那他說還會好的是什麼 要另外自費 是不是跟我去看那個 在台北 我去盧州看的那個復健 復健食那個是樣到自費嘛 他說看自費的 才是會看好的 行妙吧 再次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手的這個症狀啊 到好了以後隔了多久 隔了非常非常久 你看今天已經是幾乎滿一年多了 我才來分享這個相關的經驗 因為呢 如果我才去沒多久 就來分享這個經驗 事實上也不准嘛 那隔了一年 欸 有沒有效 馬上就知道結果啦 OK 這就是以上 我對 這個 如果你是從事科技業 有沒有 手有任何的症狀 一有不舒服 一定要記得就去看醫 開始要準備去看醫生了 了解一下他的症狀到底是什麼 不要像我一樣 到了睡覺會馬醒 各位知道他已經多嚴重了嗎 好最後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一下 因為我不是醫療護理相關背景 這只是單純個人分享 沒有業配 也沒有要為任何人或任何的單位啊 機構什麼什麼東西做背書的 好 以上就是這一集 完整的影片內容 如果對你 有一點點幫助的話 請給我 一個讚 我就會很感謝你喔 謝謝大家